早晨,歡迎大家回來我Learn with Tommy 的一字直清金 又是廣東話粵語第58輯的大合集 包括有傑後語、一字多音、你語、兒歌 有禮貌的說話 以及今集主要的食語大喘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鈴鐺和旁邊的鈴鐺 我們現在亂按說話,說吧 我們首先看看是否有人體器官的食語一 木燈口外,是形容壽經過渡以至神智癡的樣子 木燈口外,原作木燈口禁 見唐王虎梅,三水小毒,卷下夏侯禎毒女寧 王虎梅,唯壽奶免,三水小毒的內容 主要是講述唐代民間的神義故事 其中一則就講到 在宇州老山縣西,一個小山女有一座女寧觀 供奉著一個女神,這個女神容貌妖艷 但神色奸,就留著傷感的怨怒 有一天,夏侯禎到廟裡參觀 被寫遵神像吸引了,遲遲不能離去 她取走足壽說 我夏侯禎年輕有為,而且尚未取親 今日見著你的風之十分仰慕 我願意留在廟裡為你作掃除的博役 以侍奉你,希望你能夠成全我 當天晚上,夏侯禎回去之後 變得神志迷糊,無法入睡 像是被陰靈入侵 她的友人王虎梅趕來探望 看到她登著雙木,嘴巴緊閉而不能出聲 一副外製的模樣,王虎梅猜想 應該就是女靈中她得罪了女神 於是趕緊去到女神廟裡告解和道歉 夏侯禎才恢復正常 木燈口禁是形容 夏侯禎被陰靈入侵 登著雙木,嘴巴緊閉而失去神志的模樣 例子有 大家都被這場得如其來的地震 嚇到木燈口外 由於闖下了大禍 孩子們都嚇得木燈口外 不知如何是好 閃電忽然劈到一棵大樹 讓她們嚇到木燈口外地 站在於地,不能動彈 含有人體器官的成語 二,口是心非 口中如此說,心中不作如此的想法 指心裡想和口裡說的不一致 原字晉代,此書為道家的書籍 分外內兩篇 王伯所記載有關道家的王伯術 道家為求長生不老之術 練單,王道術自將戰價的金屬 例如鋁、石等的金屬 練制成為黃金、白銀等的技術 據說將白銀再製成銘器為餐具 食用久而久之之後就會延年益壽 而續集此術者必須身骨清潔 資質聰衛 而配以師傅的口訣 故事中的程偉想學的就是這種方法 但女士不成 而她的妻子是得道的高人 小許的藥以水銀共同占主 一下子就練成了白銀 程偉想盡辦法討好妻子 要她傳授秘笈 但因為她認為程偉的資質不適合學習此術 所以嚴加拒絕 程偉便起了歹心 準備以暴力使她梯子屈服其妻 然後告解她說 道述只能傳授給合適的對象 遇上這種人 就算路上偶然相遇 也可傳給她 如果口中說的一套 心思卻充滿邪念的人 縱然把我逼死 我也不會傳授的 但程偉並沒有就此而放棄 仍是苦苦相逼 結果把妻子逼風而死 此處原文中的口視而心非者 是指口中說的是一套 心中想的就是另外一個邪念 原文形容則是表述某些人 不做善事 喜好殺戮 而且嘴裡說的一套 心裡想的又是另外一套 歹毒的心腸 這些就是道家所說的罪過 例句有 她者個人不誠懇 口是心非 二 這種活有誠意 口是心非的道歉 我完全是不會接受的 接著我們看看含有昆蟲名稱的誠語 金蟾脫殼 金蟾脫變於撫去外殼 比喻利用假象直以撫身 金蟾脫殼是指金蟾在成長的過程之中 會脫變撫去外殼 學留在此地 但蟾已經飛走 可以用來比喻一些人利用了假象而撫身 在三國志平話 短上利用此句成語 董卓廢殺少帝 立憲帝因專制朝政 所以引起朝臣和各地的豪強的共憤 紛紛起兵反對董卓 各方的人馬以元少爲為盟主 長沙太秀孫堅 被任命為土卓聯軍的先鋒 元少堂底元術 因為妒忌孫堅 勇猛善戰 故意不發糧草給孫堅 造成了孫堅軍中因為缺糧而大亂 董卓義指呂布知道了之後 夜襲孫堅軍營 孫堅大敗 孫堅以暴將突圍而逃 呂布緊追不捨 孫堅急中生智 將袍甲掛在樹上 呂布追兵遠遠見到孫堅的袍甲 但因為畏懼孫堅的英勇而不敢前進 走近一點 只有遠遠地用戰斂射 後來不見動靜 近看之下 才知道 還算 孫堅早已脫身而逃走 例據有兇手考試金蟬鐵變之計 讓追捕他的人 學了一個兇 二 當雙子打開時 原被封在裏面的魔術師 早已金蟬脫殼 不見人影了 當警方趕到的時候 就混亂之中弄錯了對象 主言而反 就趁機金蟬脫殼 逃之要要逃入無蹤了 含有昆秦明清的成語 二 唐臂當居 當居 立於居度之中 後世將當解為黨之假借 唐臂當居 是指螳螂 立於居度之中 舉起雙臂 妄想要阻擋奢 奢子的前進 比喻不自量力的二人 春秋時代 老國賢臣 顏俠肯有才學 雁寧宮 並稱他為太子的老師 但是太子 仗著自己未來是國軍 就不理這個顏俠的管教 於是顏俠 就去請教貴國的大夫 徐伯玉 如果放任太子 為所欲為 未來的國家又會遭殃 但是如果我嚴格管教太子 又怕他懷恨在心 我應該怎樣好 徐伯玉 為銀河分析利弊 並打了一個比喻 你知道螳螂嗎 一隻螳螂 站在居度中 奮舉雙臂 想要阻擋這個行駛中的奢子 不知道自己是無法勝任 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你要警揚和謹慎 想要運用財學 把太子教好 和一隻螳螂要擋住居子 又有什麼分別呢 後來 螳臂黨居這句說話就成為了 比喻一些不自量力 全句則解為螳螂 舉被阻擋行駛 例子有 他這種螳臂黨居的行為 是十分不自力 你別笑我 螳臂黨居 要知成大事 總有人犧牲的嗎 對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 就算是螳臂黨居 我也要抗議到底 今集的廣東話 脆語脆文 就說到這裏 下一集再見 咱們 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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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